恩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抢你的进球 身为阿根廷队长的梅西 竟然在更衣室里公开向自己的国家队小弟恩佐费尔南德斯道歉 对阵加拿大的美洲杯半决赛 恩佐的眼设被梅西的鞋带一蹭便钻进球门 再后官方将这里进球算给了梅西 冲人意到的是,回到更衣室的第一时间 梅西就向自己的阿根廷小弟致歉 不好意思恩佐,我不是故意要抢你的射门 我就恰好伸了一下脚 万万想不到,恩佐只用了一句话 便圈粉了无数球迷 幸好梅西改变了球的方向 要不然这球进不了 难怪球迷留言道 这可能不是个人能力最强的阿根廷 却是最团结的阿根廷队 不仅如此 上场和厄瓜哥尔的点球大战 身为队长的梅西第一个主罚 却将球踢丢,生死时刻 又是阿根廷守门员马丁内斯 复制世界杯时的表演 他两次扑出点球,拯救球队 再后,当被记者问到梅西踢丢点球后的心情时 但马丁说,这是我欠梅西的 他在世界杯上拯救了我们 而当他法刘时,我必须要去帮助他 过去是梅西一个人扛着阿根廷前进 如今却是全队将梅西扛起 连续三届世界大赛闯进决赛 这支空前团结的阿根廷队 会创造三连贯的历史吗